有没有产生而已 对 我知道看它实体有产生 那就是有机体位置而已 好那我有点搞混 那可是这样 好假设我 我这样子 就是LNY跟我用Array是差别在 LNY 你说Print吗 对对对 就是你这样写跟Array 那对不对 OK你注意看这里 在这里 这个第12行会运出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对会运出什么 你不懂没关系 你如果你不知道 跟我猜没关系猜猜看 它运出什么 5吗 这个哦 这个是2J这行而已 光这一行而已 我没有给它位置 你说5的话变是这样子吧 对 对我想到是不是只销长度 这样子而已呢 刚才是长度 这个没有长度 这样写是没有长度 哦我知道 他会 哦我知道 他会 他会先销1 然后换行 再销2 换行销3 是这样吗 你这个是好的解答 但是好像是13的解答 再一次 那我反过来问你 13行变什么 13行输出 是什么东西 Ares to Trim 一整理感感觉 比较了解的感觉 那他会输出什么 13输出是 对应该是 你觉得它是什么 猜一看猜一看 他会照 那个阵列的方式把它修出来 对这个是吗 所以我先把这招照一下 我看答案是不是这样 切课一下 一二三数 一二三数 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呢 还是不一样 如果不愿意跟我讲一下 你想的是这个吗 这个是 这个是13 这个应该是13的结果 对吧 所以跟你想的一样吗 好像不一样 你想的是什么 我刚想的是 他会一次秀一个这样 一次秀一个 你说 一次秀一个变成你要写回圈呢 对吧 你要写什么 4i 等于0 90等于0 i小于这一个s.nense 然后再去i++ 然后输出每一个中括号 其实中括号才会一个一个跑出来吗 对吧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要我用这个 这个结果你看到了哦 为什么要用这一行在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 如果不要的话怎么办 要怎么做 可是这样 哦 可是我觉得这样 这样反而是最好 就是最简单明了哦 对应该说最简单看到里面 这里里面的纸嘛 哦对对对对 我一次就看到所有的纸 对是的 所以这个方法会优于这个方法 如果以纸来检视的话 这个方法你看 老师他写半天还没写完 下面都已经写完了 要这样做 这样对吗 说每一个纸的方法吗 对不对 好可以看哦 找找看 123数 横版的123数 Right 这问题是这个12345啊 是什么形态 他的形态是 整数浮点数 阵列 形态哦 一是什么形态 二整形态 应该是整数 整数对 这整数 但这个不是整数哦 对吧 对这是什么 这是array 这是array 嗯对 但是这个是array 但是你发现array to stream哦 array to stream 主则是把正业变成四串 所以这个是一个四串 所以说如果你要很快的看出 对就是 这是street 对没错没错 对就是为了单纯看他的结果吗 他不能做运算吗 对对 这可以运算哦 如果运算你可以这样做对不对 比如说 R&D TOTO 那你可以TOTO加等于每一次的这个里面的值 中央I 然后你可以输出这个TOTO 那里面的值 比如说我想知道说正业里面每一个的值的加总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嗯 是不是 嗯 对吧 所以说你说哪个 没有说应该说没有说哪一个好 如果简单说你要看里面的每一个正业值 但是这个最快啊 嗯嗯嗯 但是你说做运算没办法做运算 他是自串 没法运算 所以运算的话要么这样做 要么写for each 理解吗 好回到这问题了 所以说如果这一个十二这一行 对那这一行 就可以输入这个东西的话 假设 就可以跑出这个东西出来的话 那何必写这个跟这个呢 对吧 如果这一个东西 就可以输出里面的内容物好了 那我何必写成那么复杂 回个回圈啊 不管有没有加总答好了 我干嘛写出这样子 我写这样就好了不是吗 哦对啊 对所以这个 就不是输出值了 那我老师问你 输出什么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是值 那会是什么呢 嗯 嗯 这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自创嘛 好我猜 没关系猜猜看 我们看结果哦 注意看 这是产生 这个产生之后你要记下来哦 好看一下 好 我这是什么 哎 哎 哦这他的address哦 对 哎 证券 他的记忆体位置 哦哦 所以对我们来讲啊 每一个异围啊 不管这个阵列都是这样子的 你不可以去试图说 透过他的变数名字 取到他里面所有的字 因为阵列是物件 他是一个参考性别 他是会指向一个记忆体位置吧 对吧 哦 对吧 哦 哦 他是 哦对 我还是觉得 对对 我对这个指令还是不太 这个这个是要去呃 透过时间去慢慢练习去验证他啦 所以老师跟你讲就是 你现在做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到就是 我们 正列他是一个参考型 它是个物件 嗯 这种型别呢 不是一般的什么 RNT 所谓的RNT Float Double 这种所谓的基础形态 不是 他是正列 嗯 正列 他的任务是很是很繁重的 他要去负责 放很多东西在里面去 所以你不能透过这样子 想取到这所有字 没办法 他只能说我只在某个地方去 比如这个位置好了 普希A8815 这里有个位置在 那里面放了什么 零啊 第一位置放了这一个叫做一 一直累退 一放了二 顺序位置 因为有位置才能取值嘛 哦对 放出息嘛 啊哈 那他那个真正的位置是 后面那一串数字吗 对对对对 那他那个就是 比如说他那是这个 中瓜号 i i 他其实指的应该是 这个去研究说前面那一个 前面是代表什么 但我觉得后面那个是基底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啊 不用太去 去深究他 应该指的就是 他每一次产生的 除非是同个 同个值 才是指向同个地方去 不然一般来说 都会产生一个 使得新的实体给你 只要同一个不同的位置去 嗯 对 嗯 耶 对啊 所以所以 呃 回归正题就是 你要去做 这一个阵列的取值的话呢 你这样做 你取不到值的 这不可 在课堂的时候 研究很多次了 不管是 来自于这个 二维三维 极维都一样 到了这个维度 还是一样的取到基底位置 除非你这样写 他从那基底位置里面 取出地零个 位置的值给他 取到 哦 值给他 哦 OK OK 所以当纯值 X 只是我的并位置 起始位置在这个地方 嗯 那其实我们要自己跟他讲 我要取零啊 取一啊 取二 他是从那个基底位置 依序往下走 嗯 再取到对应的位置 再把值丢给你 踩到 哦 嗯 哦 好 谢谢老师 哦 对 那这样比较懂 谢谢 谢谢 OK 没事 回去多再试试看 好吗 记下来 OK 好 谢谢 谢谢 不会 好 那同学我们来切一下 这一个第六章 同学到这边呢 对程式有没有 比较了解一点呢 有的话打个1 有没有比较有感觉了 也有few了 好 看下同学们的反应如何 虽然笑我像下大雨了 像下大雨了 好 像同学 好的 好 希望同学可以持续下去 保持这一个 进行 去往下走 好 音同学请说 应该是30号同学吧 老师 是的 老师不好意思 那个arrays to stream 可以改成arrays to int吗 老师图int 不行 不行 应该说你看哦 今天假设你说图int好了 你写图int 好 老师问你为什么要图int 这个假设呢 里面是浮点数 里面是自串 有些里面是这样的 不图int吗 可以吧 对吧 那如果是double 也不能图int 心态不对啊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一个手段 同学 嗯 应该说不要被这一个 稍微去迷惑到 他只是一个很快去把你正面形容 形容出来的一个手段 转转制算 也方便你做检视用的 所以如同我们在强调说 这个输出啊 是不是给使用者看的 是给你看的 是你去检视用他的 所以最终 如果假设你要去做运算 你还是会写回圈 除了写for 写for each都可以 把值抓出来之后做运算 做排序做比对 你要写传统的写法 这个写法是单纯说 我们在检视阵列的时候 不希望呢 再这样写过一次 为什么 因为我想说看他的值 是否正确 所以我单纯把它转成 资算来看 他变成这样的形态 会比你这样输出来看 神的很多功夫 也要都是看值 这个看值的方式 会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意思是说我们在检查他的时候 比较容易得到结果的意思 但是这个结果不是要给使用者的 是我们在做检视的 如果你要做运算的话 还是乖乖回到这个地方做 运算才会正确 可以理解吗 可以谢谢老师 没事 OK同学有了 没关系 这是因为需要时间 只要让你 持续的保持这一个热情跟信心 那一定会越来越熟的 那就会尝到这一个城市的 一个美好的地方在 同学讲义又不见了吗 不会吧 同学我下来讲义了吗 一直都有 为什么同学要更新 奇怪 因为老师的讲义的 那个连结都没有变过 为什么要更新 你就是开那个云端连结 所以拉下来就在下面是不是 跑第二阶去 有可能是被往下拉了 是够一下 好那一分钟 现在四九分五十分开始 大家赶下载 哦 可能一直开有可能 但一直开着就 就不会更新 他又不会Auto Auto Reload 对 你要去自己去这个重新再去 Upload一下更新一下 好 那第二章会非常精彩 应该说呢 又进到那个重点 好不容易的刻完这一个阵列 紧接而来呢 要讨到这一个韩式宣告了 实际上学完毕同学 会对这城市更加有感觉 因为你发现原来 我之前写的东西 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哦 那一定了 Java Java真的不是 应该说 很多人说Java很 比较好上手什么的 我儿子真的不这样认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城市员 因为他很严谨 所以呢 你需要follow他的规则 你只要写错一个小地方 那整个结果大不同 那是好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先学为严谨的写法之后 你发现城市码 写的看起来就很有弹性 可以写出更加安全的城市 这是我们的理念 那学为这个严谨写法是过程 会比较艰辛一点点 但到最后你发现 就倒置甘蔗 也就其他城市员 你发现 小马才真的是不错了 就是你可以学到 这种无线导向的观念 可以应用到很多场景 好 那同一边学 你会变有感觉了 这个是学之后呢 每进一步你就会有感觉 OK 我们来切画面一下 我们看一下韩式寻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韩式寻稿 你们看怎么叫 宣告韩式的方法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Java里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针对韩式来说 有多载的方法 这个是Java C独有的 可以多载它 然后有分船子跟船子 这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一个 所谓基底位置息息相关 所以刚刚我们上面有一点概念在说 我们再看这个船子跟船子就比较会有感觉 好 那我们一起往下看 何谓韩式 在我们这种所谓结构化城市语言当中呢 比如说Java C 拍照都一样 只要是程式语言都有韩式去做这个 所谓宣告的一个逻辑的概念 将相同逻辑的语句呢 组合在一起 使用这种所谓的传入参数的方法 跟回传的方式呢 达到共同的目的 那这个所谓思维的思考方法 跟建构这个逻辑的方式呢 就是韩式的核心的主旨 也就是你发现说这个逻辑啊 你可能在某个地方用到一次 然后呢 跑到别的地方 又到第二次 那则式语言里面可能用到第三次 只要有两次以上 或三次以上的 你就可以思考一下 这些逻辑 有没有这一个 需求 或是有这个效益 把它变成一个韩式化 那韩式化好处在说 大家可以公用 可以公用 公用的好处 你就可以不用重复写的意思了 所以后面都你发现说 这些逻辑呢 出现很多很多次 那基本上 他就是要韩式化收到了 在加法中呢 所有都从类别开始 所以从第一样看就是 public class 然后你的所谓的类别的名称 再往下继续做 韩式在类别中做方法 记得哦 韩式在类别中做方法 虽然就叫韩式了 但是 刚才我说的 类别里面的变数叫做属性 韩式叫方法 这是一个说明的 一个说的方法而已 他不能独立存在 他一定要依附在类别之下 韩式你不能自己写出来 就详细就写不行 要宣告好类别 public class 接你的所谓的类别的名称 再接什么 韩式才可以 所以韩式是组成类别的重要核心条件 就是没有韩式 没有方法 基本上你类别写完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他所谓设计类别的用途就不大了 我们去往下看 其实man就是一个韩式的 其实我们写的那么半天 其实man就是一个韩式 你知道老师方讯方讯 他就是个韩式的意思 韩式是方讯的 man是比较特别 他有个主要人文就是 城市唯一的进入点 没有第二个了 有时候老师会忘记写 public static void main的话 这就会报错 因为他是唯一进入点 所有的逻辑 都要从这里开始 所以他就是一个韩式宣告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main 这个你不能乱写 因为他是有规定的 它是一个进入点的写法 好 我下看 所以韩式的定义 物件的方法 我们说韩式 在物件里叫方法 所以两个是意思 等下的 有时候写 说韩式 说方法 是同个意思的意思 放在物件里面叫方法 在定义的时候方法标头 就韩式的这个masterhead 基层的确认两个部分 就是你要宣告好 这个韩式的这一个 所谓的修饰值 他是否是静态的 他们传辉值 他的名称 他的引述 你发现他非常多元化 你说这个是完整的写法 他有修饰值 他是公开的吗 他是持有的吗 他是保护级别的吗 他是package的吗 总共有四个修饰值可以做他 当然同学是public 全公开的意思 第二个 他的静态的吗 他是类别唯一的吗 你可以写 像做中括号所带的部分的时候 你可写可不写 你可以不修饰他 你可以不修饰他 都可以 例如说规定一定要 只是刚好进入点这个main的 一定要做 因为他是唯一的进入点 OK 传为止情别 一定要写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写void 就是同学看到moid void其实是空 无的意思 无的意思 就说这个韩式我预设他 不会回传任何的东西 那你说传为什么东西 都可以 传int 传float 传string 如果你的韩式写一写之后 你发现说不对 这些这些纸 必须要传出去 给使用者 接下来做二次的运用 你就可以去把它设计成说 他是有宣告回传值的形别的 那你发现我们的所谓的static main 是没有的 他写的是void 就是说这个void 这个main 他不允许回传值 他也不需要 第二点 接下来 你要main上的名称 韩式名称是你定义的 你可以定一个x 定一个y 定一个z 都可以 但定义更有意义的韩式名称 会把你程式码写得更好 因为容易找到bug的部分 你写个x 没有人知道是这韩式什么意思 所以记得韩式跟变数一样 定义的越清楚越 尤其是韩式很常用到他 他不是变数那么简单 所以韩式名称不会写 x就结束了 也太迪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 一个所谓的英文单字 然后用途的方法之类的 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接下来小括号开始了 引述了串列 我说参数也可以 参数 所以我说这个韩式会带参数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所谓的string 然后我们说这个 Print Format好了 还有Print LN 都可以把质丢给他 比如我行 他帮我印个东西 OK Print有人可以帮你做到 为什么 因为他有对应的参数可以传递 没有参数可以传递 表示韩式是封闭的 封闭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更改他任何的东西了 他写实了 如果有参数比较好 因为你可以透过参数传给韩式 透过韩式内部 取得这个参数之后 做什么事情 做他想做的事情 比如印出这个文字 做运算的加总 甚至做什么逻辑运算都可以 所以参数 有跟没有 也是你决定的 参数了多少 也是你决定的 所以整个韩式 总的来说 整个功能形成面 都是从头到尾是你设计出来的 设计出来如果好用的话 大家就只用他嘛 就如同这一个所谓的加把座的所谓的韩式部分 那不好用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在用而已 然后一次类推 所以韩式是你做这个宣告 从头到尾 按照你的想法 做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规划 跟这个实作 成功之后 请你要带这个小括 多大括 就能开始 OK 那如果 没有写传回执行别 你写个INT 比如说这是一个所谓加 加总分数的韩式 想说传出个INT 你这个最后的回传值 就要带Return 一定要Return一个什么 INT出去 哪怕是Return一个零都OK 复义也OK 就是不能不写 那你说那为什么我的man里面 我们看到什么什么Return 为什么 因为他写的是VOID 他没有任何回传值 好 那继续这原理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对这个比较了解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Public Static 好 等会讲到这个Static 然后会依序跟各位讲 好 同学稍等一下 我们先切换一下这个 先把这讲完 我们再来看问题 好 这Return6了 我们Return6了 我们Return6至1点就要吧 我们看这个 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个Static main 所以我们一个个做 我们对照这一个讲义部分 来看一下 这个是呢 我们在定义韩式的 这个所谓的定义的方法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目前当下 这一个Static main 跟我们这一个 韩式宣传有没有什么差别 现在 把它定起来 OK 好 修饰制Public 我决定它是一个可以公开的 大家只要知道我都可以使用到它 所以我用Public 全公开的意思 这次指的是修饰制 修饰很多 有总共有四个 有公开 是有保护 还有所谓的Package的形别 好 我决定它是公开的 我先决定这个 第一个 Static来了 如果说什么叫Static 这个也是静态的意思 这个所谓修饰制 就是啊 当你的类别一旦产生之后呢 它就已经存在着了 这类别Static是唯一的意思 静态唯一 比如说你宣告明这个Static之后 它从这个类别一旦诞生 它就跟着存在 而且它是静态 因为你要宣告静态才可以 是唯一的哦 不然是可以去做复写的动作的 所以记得Main方法是唯一的 所以戴Static 是这个意思 静态唯一 好 往下 这是一个修饰制的 静态唯一 那这不是一定要有的 这可以不用写 只是刚好这个Main的方法呢 它一定要这样做 才能取得到 因为它是静态 公开 而且唯一 创徽执行别 你会发现写的是Void UID 这个Main方法呢 它定义好了 它不需要任何回传值 所以写的是Void 而这不是写INT OK 记得Void 好 接着是你的Main神的名称 那刚好这个Main方法 你没有要改它 所以你要乖乖的写 Main 接着是引数 你要引数呢 引数是你决定的 这个Main方法也是 它需要接外部的参数嘛 像上上 赛亚诚老师有演示说 怎么去透过.class 然后下 command 把参数丢给它 所以它说 这个Main方法可以从外部接参数 然后做逻辑的运算 所以我这样想 参数在外部都是自传 而且自传不止一个 直接是一个正点 那所谓参数名称 你写ARGS 你写ASYL 都无所谓 就等同你这个韩式名称一样 你可以去定义它 但Main方法就是不能改 那是程式回忆的进入点 所以你不能写Main1 Main2都不可以 都不行 这些会过 为什么 因为呢 它认为说你在宣告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属于自己的 而不是那个进入点 那这些程式码就不会跑动 因为你少了Main方法 所以请你写对 这样之后呢 你发现说 假设我这样输出 SORG 就是ARGS 就可以把 这一个呼叫Main方法的时候 取得了这个参数 给传进来里面做输出 这个上次有演示过 一样传的是一个对应的机体位置 如果他还记得的话 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给他对应的位置的值 就变这样 叫做LangChin 然后它是一个阵列 在这个地方 但是目前当下呢 是没有任何所谓的尸体空间给他 因为没有给他值 那导致呢 假设你做他 就会产生问题 真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好那我去往下看 这边有没有问题 老师对这个的解释 大家也可以理解吗 除了Static之外 可能大家不懂 没关系 后面做你就越来越清楚 这个Static的卸法 好 再往去看修设词的部分 我们会动到一点那个对应的Package的概念 像当我刚写那么多Package 这时候真的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它了 就把它订住了 就不然不见了 好在这里 OK 老师一下 听没有 好没关系 去往上做你就听有了 都看几个范例 修设词 指的是这一个 Public 我说可以不写哦 是可以不写 但是没有办法不是我决定的 是这个Chama决定的 Chama官方决定的 所以呢 请你照着写 好 等下我们写自己的 朋友就知道了 修设词呢 在物件导向中呢 是封装的一个中央的特性 所以要封装呢 有些东西我不想别人知道 比如说我账号密码 不想让人知道 你看到账号可以知道 但是我没有不想让人知道 我把密码封装起来 让你看不到 但在我的所谓的这个程式逻辑 我可以用到这个密码 做登录动作 那这就是封装的概念的意思之一 那对我们来讲Public呢 它是最大的这个 全公开的意思 换句话说 它没有私密性 大家知道我这个地方在哪边 就可以取到我的这个man 来做这个动作 这第一点 所以假设你把修饰改一下 改成比如说这个 后面介绍好 这是私有的意思 可是说呢 虚定化成私有的话呢 只有我本身 这一个所谓的CH6-1 看得到他 其他外部的程式 看不到这个man方法 所以一般来说 Static这个man呢 是大家可以知道的 应该是公开的 所以要记得是全公开 外部可以取到这一个man 进入的进入点的做 这个运作 就是公开的意思 Static呢 是静态的意思 翻译中叫静态 它是类别产生的时候 就会产生的方法 比如说今天假设你 虚定化是Static 在它诞生的当下 它就会把这个 按到机体上面去了 会连同它 一直把它斩针出来 让你可以很快的使用它 而且这个Static的修制制呢 是类别唯一的 使用的时候呢 只能引用外部的静态 属性跟方法 就假设你虚定化成静态的话 它有一些缺点 有一个限制在 你要去引用这个里面的对应的值 呼叫的时候呢 你两个都要Static 这个同意会有点搞混掉 但是我们试试看 什么意思 做一个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开始要写自己的哦 终于要写自己的韩式了 来看一下这些吧 这是官方的进入点 所以你没有 你改 你没有没得改 你只能乖乖滑楼它 你不做这样做 就没有进入点 这时候我要显生自己的韩式了 在这个类别里面 其实都叫做方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类别里面 在class里面 叫做方法 方法等同韩式 所以同意把它看成一样的 行为主要 付出一下 我想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这个加总的韩式 就是你给我两个字 我两个字的加总还给你 OK 我要宣告跟上面一模一样 我们去试试看 就一样化无辱吗 竟然他还写Public 我跟着写Public 然后再写我写施里克 跟着写 静态为一 然后我决定这一个 所谓的韩式的一样是Void 跟他写一模一样 不回传了 但是这个方法的韩式名声 我最定义叫做SUN 统合的意思了 你给我两个字 参数了这个所谓的形态 跟个数也是你决定的 我想确定你说决定 専进来两个数 是整数 RNTX RNTY 先看一下 我训练一个方法叫做SUN 决定做什么 总和运算 然后我希望他是公开的 他是静态的 他没有回传值 然后两个参数 因为我写的是两个数的相加 所以我希望在小括号里面 从外部呼叫我的时候 你不要给我两个参数 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两个数只能相加 一个数不能加自己 好最好 进来之后你发现假设成功 这两个参数的会一路呢 传进来到韩式的内部 韩式内部呢 怎么运用这两个值 就看你了 你可以用 你可以不用 那你说那我可以不用吗 当然可以 但是你不用 为什么要宣告这样子 所以一般来说 你会宣告这两个参数在这边 表示说 传进来我是有意义的 我要做一些动作 比如说做什么呢 我做这个 加总 等于呢 再加Y 好 那如果这样就结束了 我说我可以 韩式我写完了 那怎么使用它呢 同学记得 呼叫它就行了 辨识进入点 所以所有的逻辑从这里开始 你可以做很多韩式的宣告 可以做很多类别的 这一个所谓的宣告都可以 但是呢 唯一的进入就是它 没有第二个进入点的 你也不能没有它 没有它的话就乱不起来 所以记得 这个呢 先不用理它 还是在这边 你可以开始呼叫它了 上 两个参数 你给你两个参数 整数 就请你给整数 所以你不能给10.0都不行 按照新别给予它 而且呢 在所谓的韩式宣 宣告成功之后 你就可以立即的去呼叫它 做使用 使用什么呢 呼叫韩式的名称 两个参数 就两个参数 你没有写参数 那就请你不要给参数 就把它写掉 那写会有问题 因为你现在写了X加Y 从哪里他不知道 可以说你回出原本样式 来一次 这样 OK 比如说呢 我宣告了一个韩式呢 这韩式很简单 全都 从两个参数进来之后 这两个参数的指回相加之后呢 做加总 好 那老师想要写个东西 我们注意看一下 我们跑跑看 看会不会错 好 你发现呢 输出没有错 但是我没有看到30 这个这个指 10加20 不知道30吗 怎么看到一个机体位置 这是谁 这是他 去哪去的 也没发生错误 假设你写错了 上万 行 被宣告 上10 也不行 少了一个参数 多了一个 也不行 也不行 就两个 所以一个对一个 一个都不能少 你说我都对了 为什么没有 因为韩申的内部里面做完 少了去把这个指输出的结果 输出结果 好 Reventer呢 这个修饰制呢 会在私有的类别 比较多一点 这个在后续有时候 跟同学讲 怎么去使用它 我大家先 先等一下 好 先等一下 先看公开为主 公开为主 好 我们去往下做 要去使用它哦 要使用它 进出来就可以了 好 这个在使用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任何输出 是因为你没有把它印出来吗 你做交通没有错啊 然后但是你没有做任何的输出的话 它就不会输出 这就止了 你可以说什么 总计为多少 都可以 总计为多少 我先看 总计为 总计为多少 这就输出了 我到这边 还可以懂大概的 韩式的定义吗 到这边 先不管它的这个修饰制 什么这帕伯尼克啦 运车啦 这个 对 应该说 逻辑里面呢 比如说 像老师讲的 你就不想输出 当然可以啊 因为没有规定说 一定要输出 输出 但也过 只是你觉得合理就行了 像这个就不合理啊 因为你没有输出 我怎么知道你 加了对不对 对吧 所以输出出呢 对这个韩式来说 它不会克服说 不是一定要的 那就逻辑来说的话 有输出 才看到结果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一个懂了 我们一个来哦 这时候我把这一个 Static先拿掉给各位看一下 先删掉这个哦 好 注意看哦 删掉了 包错了 决定问题 问题呢 在静态的方法里面 在呼叫另外一个方法的时候 这个方法只能是静态 这是规定 这没有办法 因为面方法呢 它就是一个静态的方法 你不能改动它 你不能改动这个韩式 为什么呢 它还是就是一个进入点 写法也是不能改的 Habrik Static VoidMain 你不能说天马行空说 我要改这个 Provite 我说是私有的 然后呢 不要Static不行 它就是标准写法 就因为它是标准写法 所以你要呼 在这个面方法 呼叫其他方法的时候 那一定要Static 才能呼叫的到 静态 只能呼叫静态的方法 如果它不静态 就可以呼叫非静态的方法 那没办法 因为Man 它就是静态 你不能改动它 所以连带的说 你这上方法呢 因为依附在这个地方 要做什么 做呼叫 你要follow它 来了 OK 基本上是第一点 可以理解吗 Static 这个地方可以理解吗 为什么要写Static 其实可以不写的 只是因为说 我在这里要宣告他 呼叫他 那没办法 有 然后在后面呢 在写我们这个物件导向的时候 因为现在还没到类别 然后我们现在在韩式宣告 在类别宣告的时候 就不会有静态的 常出现了 会按照你所想去做他 也不会常出现 那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public了 会有公开私有 跟保护级别 那是在后面的章节 我们先把这个搞定 可以吗 好 二十二同学 那这个方法是有没有 所谓的 阶层性的关系 Hierarchical的 Lonman一定要在最上面 唯一进入的方法 没有 这没有 我们试试看 这个扣下来 通常是不会起来上面的 你这是毫无问题 给我看 OK的 他没有成为的上下之分 是可以过的 那这个上 上的意思是指一个 是指一个 函数的集合体吗 哪一个 上 如果按照这样子写的话 然后跟你说 如果摆这样子呢 所以 所以上不是一个 不是他 不是Java内建的一个 固定的一个 一个 一个功能 还是一个方法 如果他是Java内定的话 你需要自己写吗 对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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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叫同样讲 那 man也是一个 自己的函数宣告 也不是内部 man是Java呢 唯一的进入点 所以你不能不写 规定 所以 上就不 应该说不是上 应该是你制定的函数 就是你制定的 OK 跟内建就无关了 所以跟 SUN这英文字无关 你写 man就是一个 一个入口就是了 对 这就是唯一入口 你再去学到 你没有入口 就没办法跑动 比如说我把入口关掉 老师问你 这是什么进去 从哪一开始写 对 没有报错哦 你看 陈正门也有报错哦 你可以不写他 你按弄看看 你看 他可以猜得出来 有发生什么结果 你看找不到进入点了 他说你到底要弄谁啊 我们看到进入点了 你发现吗 我要选 我要选他 他在哪 二呢 六之一 找不到 我觉得他应该找不到 因为找不到进入点 了解老师意思吗 了解了 嗯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啊 其实 呃 应该说 这个没有办法 我还没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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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之前 大部分 只是因为说 这个方法 大一朵 当然说 他就进入点 没有错 他就进入点 所有的逻辑 这个开始开始写 什么 呃 输入端啊 输入学生成绩 资讯啊 宣告阵列啊 开始做这个输入输出 都在这里做 那你发现 如果每次都在这里做 你这所谓的逻辑会越来越大 可能从七行变八变一百行 有可能 那不好去维护它 所以衍生出类别 跟韩式的宣告方法 可以理解吗 理解了 那二十三号同学吗 请说 那我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好 那同学们呢 请你先把这个写一下 我等一下看一个东西一下 我把这个改掉会不会怎么样 来大家试试看 先把它写完 那当然这个所谓X 都是制定的 就像变数一样 你写SYZ啊 没有人会理你 只是说 写上会比X老很多 上的三层多就是总和 运算的意思 所以假设你一定要写X 其实也没有关系 可以 只是语意不详 到底X是 什么意思 没有人会知道 写上会比这个好 所以名称 大家可以定义它 没有错规定 一定要先要写 对 制定还是就是制定的意思 自己的方法 而不是呢 内建的方法 它是不一样的 二十号同学 你还举手吗 还是 你可以说 对 老师我只是要问一下 因为你刚有说 那个就是那个上 为什么没有回传值 然后 对 但是 可是我看到是说 可是你 你Static后面 已经 就是你下面那个 自己那个函数 你还是宣告成 VOID 可VOID的意思就是 不回传值 对 在函字里面 它一定要宣告 不回传也要宣告 好 我意思是说 那你已经宣告 VOID 对 就不回传值 所以 那 那这样子 它不回传值 也是正常 就是 就是 我觉得这个语法 会让我觉得有点 逻辑上 有点 混淆 就是我不懂 为什么 你本来点在哪里 跟刚老师讲吗 就是 你已经宣告 VOID 不回传值 那 那所以 那这个 这个函事 就是 它不回传任何值 就很正常 因为 它已经 它已经宣告说 它不回传任何值 所以老师没有回传 你有发现我有回传吗 我看 你有看到 Return这个关键字吗 哦 没有 对 对 第一个你看哦 这个所谓的上呼叫啊 同一可能 老师还没讲 比如说这个关键字 所以大家会误解 你说韩式的内部的作动啊 都是你决定的 什么决定什么 逻辑的决定 就像同一想说 我一定要输出吗 我可以不输出啊 我可以把它砍掉啊 它不会报错 但是这样不做的原因在于什么 你按Return的话 你发现它没有任何结果 即使你算对了30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输出 就如同你在这里做运算 比如说你不要看韩式的 就这样 我就从来是 这里呢直接写个SY INTS 等于10 Y等于20 那我讯告一个TOTAL 先讲完 哦 我写完了 我按RUN 我觉得看得到TOTAL这个词的输出吗 嗯 看不到 对没有错看不到 所以你说这样好吗 当然不好啊 你写了半天 结果你不输出这个词 那有意义 没有意义嘛 对吧 对 对 那这一个原因呢 所以我确定说 这个韩式呢 我想写的是封闭的 不回传 但是呢我想把这词给大家看 哦 哦 OK 哦 这样我了解 OK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它还是 哦 因为它这个韩式里面 它有它有一个输出的指令 所以 所以我们在跑的时候还是 断的时候还是看得到 好 那我知道 对 就如同你写在这里面一样的意思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哎 不要不好意思 你这样问题是正确的 来 继续写 把它写完 再跟我讲说public 可以怎么改 那就更有感觉 心里把这个写完 然后试试看哦 副教一下 这感觉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家种逻辑写在这里面 虽然这个韩式没有大意义在 但是这同学们第一个韩式 主要原因在于说 这个要关照他一下 同学问的很好 说每次都要static 没有错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这个 所谓的类别设计 我们都依附这个面方法在做动 那没办法呢 又没办法 它是static 又是唯一的 唯一的进入点 你只能follow它的规则 static 这个修饰制 静态的话 去呼叫其他的变数 跟韩式 那个变数跟韩式 一定要static 不能有其他的 如果follow这个规则的话 你的韩式 一定要变成static 才行 不然我老师也不相信 因为觉得static 真的很麻烦 多这个 没有意义 但是没办法 在这里做就一定要 所以后续呢 老师跟各位讲 在做物件 所谓类别设计的时候 跟宣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宣告自己 属于自己的 非static 还是 那但是 里面的所谓的逻辑概念 都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说它有static 就会写不一样 不会 只是所谓对应的关键的 这个修饰制 不一样而已 导致不同的结果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一步 往下走 先把这个做对 那我们再看这个public 到底什么意思 我这边做完 请你打个1 我们再去往下走 记得一定要呼叫他 不要学习 OK老师我学完了 那我也不测 不行 请你一定要测一下 然后哪个100 300都无所谓 或者哪个加法 减法都无所谓 看你试试看 发挥一下 OK 好那我们要去往下看 好那我们看这部分 OK 好这是基本型 所以我们看一下其他部分 所以public啊 它是最高级别的修饰制 public 有provider啦 这一个所谓的私有啊 有这个package啊 有4个级别啊 那针对类别 还有叫做这个叫做pacted 就是保护级别 我们先看public跟这个package就好 其他私有跟这个所谓的保护级别 留到类别设置来看就好 这两个就够用了 第一个public最常用 最高级别的修饰制 表示该方法在任何的其他类别 都会透过该类别 或者该方法 这个有点闹口一点点 如果没有特别注明 比如说我就不想写的 不可以 可以 他不会报错 这注明为什么 package的修饰制 只能在同一个package内可以呼叫 终于看到package的关键制了 我们从头到尾呢 从一开始第一堂上课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见了一个所谓的package的类别 就所谓的这一个阶层关系 从SRC开始呢 每一个lesson都是自己独立的package 你说那干嘛这样做呢 当然第一个管理好管理嘛 谁归类于谁 又像答案归管理一样 放在一起比较好查找对应的章节 但是这不是他最多目的 最多目的是说 这个package底下 拥有的权限呢 以他这个为主 换句话说 如果这是一个很完整的package 应该说他的权限属于 在这个内部范围可以跑动而已 其他人不应该知道他在哪边 那这什么意思呢 今天假设这样做好呢 我把这里改一下 我把这个在这里 public 我在5字上我开一个新的好了 现在是第6章嘛 对 lesson6 我在第5章这里有6一个新的 我拿一个叫做test的 这个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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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bn这不能少 进入点 你少的话就没法写程式了 所以就一定要这样写 但是我想引用什么呢 我要跨package了 刚取到sh61的这个上 我觉得上得非常好 那你写一次的 我不想在copyt上写第二次 但是我能不能从这里 取 oh sorry 这里 从这个b5的pkg 的test 取到第66的pkg的716之1 里面的这一个上方法 如果他是公开的 就可以 来我们试试看 是不是这样的 公开是最高级别的修饰字 表示呢 只要人知道我在哪边 我就让你取 所以这里我们试试看test 好 这时候我写这个 ch611 有没有 你发现 只要你这样打 他有出现 表示他允许你存取的意思 我在第5章哦 不要忘记了 lesson5 这才是lesson6的 不一样 我透过点 没办法 你发现man出现了 上出现了 为什么两个会出现呢 因为两个都是public 可以 那说这样什么好处呢 好处很多 如果上方法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你觉得他写的逻辑非常棒 而且你想一直用它 你绝对不会想说copy贴上放在这个地方来 你不会想 你想说这个东西大家都用过了 那很好用 我就直接用就好了 何必自己写一个对吧 可以用它上来就 就行了 我来个1210 你发现老师不说对吗 为什么他一把个警告呢 因为他不在这边 他在哪边 他在lesson5这边 所以lesson6这边 所以要import 我把这写干净 这样写 Lesson6 OK了 透过package 取到CH6-1的这个.java的程式吗 取到上的方法来做动 我们去看对不对 看怎么修改它 好好看 因为我们这三方面有写输出 所以你看到它的值 30 表示你没错 你呼叫正确的是 这一个方法里面的上 这个所谓类别里面的上 那什么要用这个package做切 因为它不在lesson5里面去 你发现没有 他在什么 他在lesson6 在package里面 你用其他的package 一定要带出他的package的名称 就如同你这样做 还记得吗 我们在这个地方 假设你要引用这个什么 scanner 你是怎么写的 还记得吗 你是这样写的 scanner scanner musescanner 放在哪边呢 放在这个java的package里面去了 他放了很多层 把这删掉 我自己看一下 他从这里import java 有tinity scanner这个物件 放过他 采取到他 所以你不写 就会爆错 就等同你不写这一个 爆错是一样 一样道理 那你说那我可以跟他一样这样写吗 就是这样写 import这一个所谓的 比如说java 给亲的 给一个scanner 这个写法 我不想看到什么 前面加一个什么 从哪里来的 像这个写法是这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扣过来 这样可以省略掉 这起码跟我们这个layson6 一模一样 有发现吗 package的名称 package的名称 它常常比较深 它有三成 这样写的话 这样写 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会变什么样呢 把它引到外部import就好了 我先到这边 能不能看得懂 大概的用意 所以还可以理解吗 这很重要 我去往下了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你会发现说 这个太长了 长成这样子 我现在写都有 后面还要跟着这样写 那写久我可能会整个会受不了 因为太复杂 太麻烦 所以衍生书 我就要使用import的方式 可以导出这个对应的package的地方 就可以了 导入它就行了 这个就可以省略前面的引路的package 因为这个package有些像是 一个java里面又多了一个utility 再多一个程式把它盖 因为这个程式很复杂 因为java整个的包 它的API是非常庞大的 一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说不完的 它要跨起来package 所以它是很多阶层在的 OK 我把它缪小 把它剪掉 那换句话说 既然这样可以过 那我不能可以学它这样做吗 当然可以 请你这样做 import lesson 6 ch6 样化葫芦 这时候你可以省略它了 那就可以了 你发现这时候非常妙了 因为你这样写 取得这是根本的使用圈 因为你这样写 取得这个c16-1的使用圈 两个是等价的关系 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对 这个就对了 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对不对 确定这些吧 更重要 到时候我们在写比较大 庞大的这个程式 你发现 我们跨很多package 比如工具类的 你有记忆写的工具 有这个跨做什么图形处理 都很多 当然分门别类是 不一定是要 有的话但比较好 你可以把程式码写的更好 OK 好是对的 好 那我再改一下 你说呢 我取得它很好 是为什么原因 为什么可以取得到 是因为你在这里写的 public 最高修饰级别 全公开 只要你知道我在哪里 你都取得到我 只要知道我在这个地方 藏在这个地方 import我 甚至能把整个写出干净的 关键写出来 就可以取得它这个少方法 那你说那这个static public static main也是 不是公开的吗 能不能取 同学可以取 我们试试看 很妙 你可以取它的面来用 7h6 static main 你发现 是可以的 有 那发生什么事情 让他出去看 真的很好玩 把这个 把这个先拿掉 再一次 这就是你这样是public static 其实到处都到处都可以取 让把这个先 解掉 那这里的话呢 按照呼叫他一下 发现什么事情 跑跑看 同学为什么会成300 有谁知道的 可以表示答案的吗 为什么呼叫这一行 他出现300 有人知道的吗 我再移到这一个7h6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呼叫这个上 有发现 朋友发现吗 是不是刚好我就呼叫 我在7h Lesson5的这个test 这个档案里面的呼叫了 卸取六字一的man方法 请他执行这样程式吗 的意思很像 对不对 就是这意思 yes or no 是的 那当然没人会这样做 就是这样有点怪说 好像是我在跨这一个不同的lay 去取动它的程式 当然也不是不行啊 你开心就好了 没有人说不行 只要它是公开的 只要它是static的 这跟实际也有关系 后面有打算跟我讲 大家先记一下 全公开 只要你走我在哪里 基本上取得到 不公开 那就会有问题 看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再改一次 再来一次 我把这个拿掉 这个比较好 这个是 为了写而写的 好 因为你的在7h6之一里面 写的是一个public static 这个所谓的全公开的 然后进他的方法 在外部 我只要透过这个类别的名称 就会取到这个韩式 进而去使用它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 因为可以跨不同对局做这个 韩式的取用 今天假设 我把这个修设计拿掉了 我不要怕public了 同学注意看这边 左边这边的test会变什么样子 注意看 我拿掉public 你发现它变红色的 我看到满江红这样出来的 同学想想看 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一个错误 有人知道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旦把他拉掉就不见了 他就不给过了 对 变得不公开了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那你会说那不公开 为什么我这里本身自己找得到它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里上了 没有爆出 没有什么出现错误啊 没有错 但是我的test.java 为什么发现错误 因为呢 在这一个所谓的 你没有写自制的意思 p-i-c-k-h-e 如果以这个观念来看 自己本身一定可以用 因为自己本身宣告的嘛 怎么可能不能用 一定可以的 因为实际是package型别 可是我来用一个新的 我叫test 我在lesson6里面出现一个test 这里面哦 不是lesson5的 好 psvn 换句话说 在外部的跨不同的package 它取不到呢 非公开的这个方法 这是对我们这个package的理解 那假设我在同一个lesson6里面 我想取到它可不可以 来我们试一下 ch6 出现了 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呢 在同一个package里面 分配局里面 你不写修饰字 代表这是p-i-c-k-h-e 叫做package的修饰字 不用写它 你也不能写 你不写 代表说在我的这一个 所谓使用的权限里面 在同一个package 才看得到 可视范围 其他地方它都看不到我这个地方 看到我这一个所谓的函视 对没错 所以我们希望说 就有这样的修饰字呢 把它适当的函视做封装的概念 你说封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应该有些 比如说这个韩式 就不希望被别人修改它 不想别人去引用它 如果大家都可以引用这个 所谓对应的每一个韩式的好了 或是每一个逻辑的话 其实你诚实马会变成说 公开跟私有混在一起 那基本上封装不成功的话 你会发现出现很多bug 甚至会发现一些所谓的资讯漏洞 甚至一些机密会泄漏掉 所以因为可以封装 最后把一些机密的资讯呢 给封装的某一些人可以用 比如这是你 比如说这是老师的folder叫Jerry 这个是menu的folder 在有一些关键的所谓的韩式呢 我想说这个韩式不能给它用到 因为太危险了 可能会牵扯到我里面的一些值的泄漏 结果把它射成不公开 结果自己本身可以用 但部分的韩式呢 我觉得可以共用 因为我觉得共用没有差 那你可以减轻这个工 或是我一定要跟你共用 因为你要取得我一些资讯 才做一些交互的这个资讯的传递 或者说public 所以要设public 设成static 是按照你对这个韩式的理解 那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一般来说 大家都会贪贪贪 贪那个所谓的方便 全部设public 因为公开它没差嘛 可以比较好存取 但是public再重新写成static 你发现说 很多时候你要适当的封装 这些韩式啊 封装这些类别啊 达到资讯的这个隐藏的效果 就我老师说 有些资讯就是不适合公开 因为 但是在我public里面可以关 为什么 那是我写的啊 这都是我写的啊 比如说是Jerry的folder好了 那都是我写的 当然我可以全部交互运用没有差 所以我写public也没有意义啊 我写什么 不要写就好了 这里面都可以动作 直到我说OK 没有你跟我提说一个要求 你可不可以把某一个对应的 这一个类别里面的方法借我用 那我觉得这个写的很好 而且我需要 你就可以设好说 那这个方法好像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无上大牙 也没有什么资讯需要的问题 OK 就把这个原本不写的public 改成public 那它就会使用了 就达到资讯共享的目的 可以理解吗 大概这个理念 OK 那这当然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讲 会比较牵强 到我后面 对没错 到后面再做这个物件导向 这个类别设计 你会更清楚说 原来这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 到处可以拿到纸 到处修改 到处修改 最后你发现说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都搞不清楚了 因为太多人修改过它了 所以你要适时的去封装 必要的一些秩序 这是必要的观念 好 那回来这边 所以你发现它正确了 而且第二个点 你发现你更没写什么 import package lesson 6 又写这样 又写啊 我怎么可以直接引用它 因为你就在 你就在 lesson 6 里面 所以你不要特别写一个什么 import 这一个 lesson 6 再去取的 不需要 同一个pitch的东西 它不用特别写 因为我都在 lesson 6 了 为什么要再写一个 import 不用再写了 直接用就写了 所以我们说我在 CH 6 之一呢 把这个上方法 从 public 把它删掉 变成什么 package 只有自己同一个包里面的 这也是包的意思 封包的意思 可以使用它 所以我在 test 里面 你发现我没有任何 import 就可以直接取 完全成功 好 然后假如同学说 那我可以是很私有的吗 是因为我还没学到 那我们去试试看 这起码改正了 现在不行嘛 对了 我就把它去阻解掉 因为不能外部去用了 能看一下私有的方式 好不好 再过去好 如果假设你把这里改一下 从 public 全公开 大家可以问问它 让它过 再改一次 把它打开 你发现 就快就过了 没有错了 为什么 第一个 在跨不同的这一个所谓 package 你要去你用它才行 不同嘛 所以你可以用它 但是你要告诉它在哪里才行 要去用 import 然后呢 这个上方法一定要是公开的 不然会取不到 为什么 因为跨不同的 package 这第一点 在自己本身的 package里面 在引用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个限制 公开不公开对来说没有意义 不公开也是可以用 因为同个 package 因为你会规则在这个所谓的lesson 6里面一定是有意义的 比如同一个属性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直接引用它呢 不需要去import 因为可以直接用它 除非你把这个 形容这个 这个所谓的修设证 改成最严格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是什么 是什么 这个 是什么 这个 一个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这一个所谓的私有 这是私有的意思 私有 就是呢最低修饰 就我自己本身可以用 大家都不能用 你发现你薛寡神私有 你这个还是可以动 你不是还可以动哦 因为私有嘛 不能动的话 你写还是没有意义啊 写还是没有意义啊 大家都不能用 那干嘛还写 所以薛寡神provide的时候 就是全私有 全私有 自己用 别人都不能用 所以你发现呢 不管是自己的package也好 是外部的package也好 都不无形容了 那这个provide呢 我们在这里不会这样做了 因为 在我们的类别设计的时候 才会这样写 所以我们在这个 所谓的一般的韩式 在同一个韩式里面顶多 就是把这个拿掉而已 就这样 就是不要让外部使用它 就这样 会故意顺存成provide 比较少一点点 对 如果你用provide没错 就只有76G可以用而已 正确啊 当然这个修饰的方式啊 的所谓的开放的权限与否 多到多 多哪个级别 都是你决定的 这没有规定说 一定要怎么做最好 只是你一样做 你确保它修饰它之后呢 就有一些权限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有时候 在某个地方跨了 跨了这个package 就是不行 然后跨了这一个 你写的不快扯 离开这个CH6G也不行用 为什么 因为石油就是全石油的意思 所以我们简单来看 今天假设没有任何的issue的时候 你会写public 你没有任何想法 一般来说 写成色的时候 没有特别想法会写这样写public 因为反正没有插上码 大家一起用就好了 管它那么多 就这样写 直到你开始学 那个所谓的物件导向 你发现慢慢的开始 有些对应的属性 就是不能公开 比如说这个密码 比如说这个余额 不能随便去修改它吗 假设你说 写一个营行系统好了 你这个所谓的 存这个余额的变数 可以任意 大家都可以取用到它 大家都可以修改 比如说你写了一个ATM ATM 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配给局里面 然后你把ATM的设成什么呢 你设成这个public 那完蛋了 你到这个地方 我知道你有个ATM OK我就进来这里 找出你的余额 做修改 把以前淋掉 对没错 当然你自己做事 可以自己领钱 就是坚守制造 那不要这样做 OK 对外面来说 假设我知道ATM 没有藏一个东西在 OK 我觉得你太贪心了一点点 一一就够了 一百一太多了 OK 所以所谓的修饰制 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但对ATM来讲 改成什么 provide的最好 如果建设是provide的ATM 改成最好 因为我自己本身 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启动 这个所谓的存款的机制的 所谓的逻辑好了 改成provide的最好 如果它写的就是ATM的一个逻辑运算好了 当然是有最好 如果不是的话 你选择公开 大家都可以用 选择package 我的这个类别可以用 我这个所谓的package可以用 就看你的所谓的宣告的方法 我可以理解吗 大概这一个package 还有这一个耳堆的public的使用的场景 可以了解吗 OK 那同学们请你试试看哦 我先把它改成public 然后呢 请你呢 改成一个外部的 就在一起哦 比如在lesson5这边 随便写一个 请你试试看 引用它看看 把它记下来 把写好 OK 写好之后呢 你试试看 请你把这里呢 这个改成 就是拿掉 变成package 你发现它就爆错了 你把它记下来 该会怎么会这样子 好 我们再去往下 来同学们试试看 而且我们能开了 这一个makeup方形 一般关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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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这个tota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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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一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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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什么 感谢观看 total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050 那這個0100到1000 是趕著2 是來自於248050 那5050加248050 等於多少請你把它算出來 那你說那我 奇怪這感覺還很簡單 但是你發現 你的韓式沒有任何的回傳 你只有列印出來 由這個Total 只在這個區 還是區域內部用完就不見了 這Total你是取不到的 你不能說OK 我偷偷在這裡取一下他的Total 然後把它做加裝 不行 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值呢 捧出去 透過旅程 這很重要 因為這個面方法不是我 不是老師宣告的 所以Moid是沒辦法 因為他的寫法是Moid 他覺得面方法不需要回傳 是他認為的 所以我只能follow他 因為這不是老師寫的 不能一般來說 一般的傳統韓式裡面 除了說要有參數 從外部變動他這個邏輯 有參數比較好 你說不參數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都不要就好了 但是假設你不寫參數的話呢 這個還是有點像是封閉的 邏輯做完畢之後呢 就沒有了 你也不能改變 寫實了 這個邏輯是你要但是可以 但更多時候已經會有參數 會有一個以上 那幾個不一定 就看你邏輯設計的方式 那對Toto來講呢 三個就很多了 這個就太多了 三個剛剛好 但是確定在於說 這個輸出 並沒有把這個Toto給傳出去 導致這個題目說你要把這兩個加總起來的結果錯不到 那怎麼辦很簡單 請你多個return就結束了 這裡多個return 把Toto的return出去 因為總和放在Toto這裡 請你帶一個return Toto 接分號做結尾 反映我寫的 回到return是回傳的意思 但是你反映他出現問號 就是出現問題 因為你剛寫的是void 這個還是沒有任何回傳值 就不可以回傳 那你說我就是要回傳怎麼辦呢 很簡單 請你把它改成 對應的參數回傳的形態 它是int 就請你寫int 它是double 就請你寫什麼 double double可以吃int double是可以把這個Toto給加起來 是可以的 這是回傳是什麼 點零嗎 那不需要這樣做 所以要記得這個回傳的形態 就跟你 就跟他說 所謂嘗試回傳的形態 會跟你回傳的這個值的形態 息息相關 它是什麼 它就會是什麼 你沒有寫這個 就寫void 你沒有寫 就看這個現在是什麼了 就這樣做就對了 好 今天它是int 不會是int 最關鍵的就是回傳的int 因為發現double可以吃int 所以盡量不要這樣寫 容易會搖 這樣就好 這樣變成說 你的函式 除了可以列印在當下的這個資訊之外 還可以把值做回傳的動作 自然有回傳值 你就可以在這裡把值給接下來 你叫做什麼int total1 nttotal2 意思說呢 這個回傳的值 它是一個int 所以透過int 把值給接下來 放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回傳的值放在這個地方 那就可以怎麼做呢 總和為多少 就出現了 就是你相加這個total 不然加上total2 這樣就達到我們的目的了 看是不是這樣子 好好看 所以應該就是5050加上面這個數 這個數字正確 248050 然後這裡有 列印還好 可以看到它的值 然後看這對不對 f 有沒有 這是5050 然後248050總和為253100 你 這就是回傳的好處 那你說那不回傳 我一定要這樣做嗎 我能不能就是 不傳然後接值呢 就像這樣寫 Void 不回傳 你發現不行 這個函式呢 它是沒有回傳值的 void Canada convert from void to int 你回傳是個void 怎麼可以用int接呢 不行 就沒有回傳值 就不能接 不能接的缺點很多很多 韓式呢 等於就在這裡做完就結束了 那這個寫法其實 老師很少見 通常一個正常的韓式版的宣告呢 會有這一個韓式的名稱之外 會帶參數 但也不是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8%以上會這樣做 透過韓式的 所參數的傳遞 進而改變你的所謂的邏輯裡面的 對應的關鍵的所謂的參數部分 做變動 這第一點 這樣做會比較好 第二個 如果你沒有回傳值 你這個所謂 對應的所謂邏輯運算的結果 到此為止了 你的toto呢 再也出 再也用不到了 沒有辦法去多方引用它 所以一般來說像這種韓式 老師都會寫回傳 不管回傳幾個 可以多個回傳 寫一個看看 成功之後呢 你發現這裡需要改動 對應的形態 nt 那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除了可以去 呼叫toto之外呢 各自放好各自該做的事情之外 還可以把接下來的值給取下來 取下來 做後續的應用 這個是非常標準的寫法 都可以理解嗎 我喜歡回傳值 可以喔 那就請你們改一下囉 請你把toto或上方法也改一下 你可以保留這個列印是沒有插好 你可以保留這個print 但是呢 我是跟各位非常強調說 你們這一個韓式的選稿一定要記得 沒有參數機率非常低 至少一個以上 沒有回傳值的機率也非常低 當然說設計師你是設計師嘛 也是你設計的韓式 當然是以你為主 但請你盡可能 一定要宣告一下有待參數 有待這個所謂回傳值 這才是標準的韓式宣告的方法 那這樣做對了 同學記得這裡要改喔 同學忘記改這裡 這個所謂的回傳的形態 要跟你這個回傳的值 現在要一致 不能不一樣 你可以比它大 不可以比它小 一般來說不會寫寫困擾說 我寫回傳int寫個double 意義不大 寫double的話 變成你自己接的話會變double接 double接 那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int比較小到比較大 你不用大的去做回傳的話 其實浪費空間 沒有這個意義在 來我去試試看 把這改一改 這是有回傳值的部分 拖累了 為了 請 清我們 聽話 從 民視 與 是 渡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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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學到這邊還可以嗎? OK 那家同學呢? 有沒有扯的地方卡住啊? 或者是有比較大的問題? OK OK 那家同學還在寫嗎? 好 好 那我們來跑動一下這看一下 Return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可以使用它 OK 講一支要 好 那這裡 所以記得如果你沒有把public打出來了就是package public不用特別寫 把public拿掉 就算是拿掉之後就是屬於public的休息字 只有該個同個public可以使用其他不行 這是一個封裝的概念 好 呼叫方法呢很簡單就是你請你使用它呼叫它 那因為對我們這個凡事來講 我們在man方法裡面使用它 所以沒辦法直接用static 因為這是在static裡面 去呼叫另外一個方法的時候 只能透過static做修飾 因為它是類別唯一的概念 所以follow它才能做這個對應的呼叫 那是因為它是man方法 那或許我們在做這個類別設計的時候呢 就不需要它了 會有另外一個定義方式 會把它重新定義過一次 可以放心 那總共邏輯呢 就請你把它做這個函式 我是剛才也知過 這是屬於在做那個總運算的total一模一樣 我們要繼續看 我說你可以這樣做 只是韓詩名稱不一樣而已 那其實裡面如其一模一樣 OK 去往下 所以我們說呢 今天假設你要去把一個韓式寫好的話 這是一個正常版本 就是你要宣告 基本上不要void了 void是不得已的 就是韓式很封閉 這個所謂的紙呢 在韓詩年部做完畢之後 就整個釋放掉了 底部是列印出來給你看 底部列印的話更慘 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沒有傳出來嘛 所以你做什麼沒有人會知道 那其實對韓詩來說 這個定義就不太正確了 它就是呢 盡可能讓很多人共用呢 然後取到正確的回傳值 再做下一步動作 是比較合理的宣告方法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以我們把void改成 你要對回傳的形態 不是說一定要回傳int 看你最終回傳什麼 假設你回傳正列就請你int 不要忘記了 正點是int什麼 中瓜 如果是一個異維的 一個異維的整數 準色的正列 這樣做就對了 一次的一堆 我們去往下看 好 所以我們說把原本的這個輸出呢 其實可以留著 不一定要刪掉它 一般來說輸出會跟return會留一個 但是兩個都留著也沒有差 所以你可以先輸出這個所謂的資訊 再輸出這個值是合理的 不一定要把它刪掉 這時候可以試試看 好 回傳總和 那你就可以呢 好處在說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所謂值的接收 接收 但你說這兩個值呢 用那麼一次而已 你可以把這兩個胡椒黏在一起 也可以 如同這種概念 我們看一下這寫法 如果像這個 這totro one totro two 對我們來講 基本上用過一次就丟掉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省省這個寫法 就像這樣的感覺 把這個拉過來寫這裡 把這個拉過來寫在這裡 把這個拉過來寫在這裡 把這個拉過來寫法 就不需要這個兩個變數 特別蠢的 就直接 在這個所謂的規定裡面 直接呼叫韓式 的回傳值 因為它一定會回傳 用流血折騰 它就是會回傳 然後怎麼加另外一個值 做輸出 等同這個感覺很像 就是把它 原本是拆開來的 合併在一起 那其實輸出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好好看 一樣不會變 好像不會變 所以假設你想這樣選也可以 我是把它 寫回去 這樣感覺比較乾淨一點點 不用太檢舉到一個程度 有點難以閱讀 這樣比較好 只是說也是說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可以直接呼叫 直接做加熱動作 那為什麼可以加 就因為你的韓式有回傳值 你沒有理論的話 基本上就無解了 緊張記得 沒有回傳的話 你這樣做是會錯的 我們試試看 如果假設 我們這個上方法 老師沒有把它做回傳值 是VOID 如果按照這個條件來看 我可以這樣做嗎 然後呢 呼叫叫上 這是VOID 不要忘記了 十二十 一個的時候 你發現 爆錯了 他說什麼 他說你印出這個Line EvokeLine 的布林 是VPP 他說你的這個回傳是一個布林 跟沒有回傳任何指 他發現沒有回傳的是VOID 絕對不給過 那怎麼辦呢 沒辦法 你得把它改成 比如RT 把這個鋁坑出去 才會過關 一種沒有回傳值的東西 回傳值的韓式 你就是不可以列印 因為是空的東西 他不給你 因為我們這個交法是很嚴格的 他會先編譯再做執行 他覺得你違法不正確 但是不給你做執行動作 因為你沒有回傳值 你就是不可以去做輸出的動作 原本就是輸出沒有回傳 所以把它改成這樣子才可以 可以了解這意思嗎 用回傳值是不可以做輸出的 可以理解嗎 OK 好 我們去往下 好 那Lutern的使用時機很多 Lutern只能用在韓式內部 就像我們的Break一樣 Break continue 只用在什麼回圈 這兩個關鍵的指令 或者老師就花束了 來一下 continue Break 只用在什麼回圈 for啊 while 讀while 可以 但是Lutern一樣 他只能使用在韓式裡面 放在裡面 寫這樣的方式其實有點籠統 你可以說用在韓式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回傳 Lutern可以不回傳任何東西 但是使用的地方 你不能給亂寫 Lutern只能寫在韓式內部做回傳 他是有定義到的 OK 那Lutern呢 不只可以Lutern一個值 Lutern可以在韓式內部多個Lutern 我們試試看這個寫法 在這個地方其實有點bug在 可是我是這樣寫 我把這裡寫一下 100 0 1 我幫我呼叫偷偷 呼叫這個韓式去 老師呼叫我把它寫做一個 這樣可以大家清楚一點 我把它區隔一下 我把它區隔一下 還在這邊 老師問同學一下 我這樣寫會有什麼問題呢 我有沒有什麼發現 我這樣寫會有什麼問題 我這樣寫會有什麼問題 START是100 AND是0 不僅是1 會有什麼問題發生 有人知道的嗎 還是 呼叫 哪出問題了 有沒有人有感覺的 為什麼不會動 對對對 應該不會至於無窮啊 應該是不會動 因為你的這個值 有沒有 你的起始值 大於中指值 對他來講呢 他就不會跑了 你看喔 我先模擬一下 START是100對不對 AND是0嘛 所以這裡是寫100 I 小於0 才會跑動喔 你這個100怎麼可能會小於0 不可能啊 100永遠大於0啊 而且是I加加 永遠沒有機會 去做什麼 步進這個李交雲的動作 所以他不會進來這裡 不會 因為100會累加下去 變101 101 103 所以我覺得是不會動的 所以回去不動是正確的 好好看 這裡喔 試試看它發生什麼值 好好看 100到0是0 為什麼 就沒有跑動啊 所以通通還是0 所以輸出這個所謂 100到0是0呢 因為是回線沒有跑動 那就不會有這個累加的效果 所以輸出0的狀態 都可以理解嗎 這個所謂呼叫參數 給錯順序的問題 可以了解嗎 為什麼會去取到這個0 是因為我們是正向的喔 所以你把這改成什麼 I-step 可以 那問題是 我不能這樣改改去的啊 我還是以正向為主嘛 你要嘛就是 在寫一個函式 在做什麼倒著算的 我希望以這個所謂的正著算為主 所以我還是寫加等於 畢竟說 所以你這樣呼叫的話有錯 所以我希望呢 在錯的時候呢 可以使用的提示一下 我不接受你這種寫法 就是 你的七指值 大於我的通指值 結果不給你過 我會跟他講 你不對 今天你能做修正 那該怎麼去跟他講呢 你說Return我知道啊 我要跟他說嘛 那能不能Return 第二個值出去 是可以的 所以基於這原理呢 我可以在這裡做檢查一下 因為一開始介紹這個值 我就可以判斷說 我的起始值 也沒有大於這個所謂的中指值 有的話呢 我就不要做邏輯運算就好了 因為錯沒有意義啊 多做多錯嘛 我可以這樣寫 假設 你的這個star 大於他 等於他我就OK 反正就是沒有跑一次嘛 對 大於這個字 我又什麼 出一個字 什麼呢 比如說 呃 參數有誤 這是給這個使用者看的啊 參數有誤 有誤 有誤 Return 就這樣寫 所以這個Return整體是這樣子的 遇到Return 就如同遇到Break 遇到這個所謂的這個Continue一樣 Return遇到之後呢 跟Break比較像 後面的邏輯再多 他不會跑 他就直接出去了 又出回圈 出這個函式了 去到Return 他就出去了 所以為什麼每次我們把這個 寫到最後面 因為呢 遇到Return就出去了 所以太早寫 譬如說這個 先把他註絕掉 把他往上面移 像這樣 不行哦 錯了 他說你這個 對後面的邏輯根本到不了 為什麼Return一遇到就出去了 這是硬的頭皮這樣寫 但是你驗證到說 Return基本來說 你放最後一個基本來說 因為他發現說 你這個Return出去 那你寫這個幹嘛 沒有意義啊 因為Return雨一到 就同Break一樣 會離開 Break是離開回圈 這個Return是離開什麼 離開這個所謂韓式 隨機的一般來說 我喜歡做一個 就整個邏輯做完畢了呢 有直的都Ready了 出去 好 再回這邊 但是我說呢 我希望在這個狀態底下 跟他講一下 你這個參數有誤 不能再跑動這個邏輯 因為這個邏輯可能很重要 可能很寶貴 可能要做很久 那假設有錯的話 做那麼久也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說 假設你的起始值大於中的值 我跟他說參數有誤 請你Return出去 那老師就感覺乖乖 好像有錯耶 沒有錯 反正這Return是沒有錯的 所以他說你寫的RT RT RT Return值要符合它的條件 Return值是說我要把這個值丟出去 丟出什麼呢 你不能不寫 除非寫是Void 你可以不寫Return的值出去 可以的 但是你寫RT 表示你不論如何 你還是要給我一個值 哪怕是一個0 一個-1都好 一般來說呢 這個條件底下 這會寫-1比較多一點點 有點像是這個反向的結果 那當然不一定寫回憶 可能什麼-9999都無所謂 你在說這個地方你要滿足他的條件 來自於這個MT 或者說那我可以這樣子嗎 很偷偷 可以啊 沒有說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但一般來說我老師會建議這樣寫比較好一點 就是把 在這個韓式內部就是會有一個 約定俗成的寫法 通常比如說找不到值 然後有錯誤 透過整數表達的話都以負義為主 負義有像是反向的一個 經歷的一個印象 就是負義就是不好 找不到不在這裡面 有問題都以負義當作解決的一個管道之一 寫零的話還是有意義的 一般來說也是有意義的 負義城市真的是顯於比較負面沒有感覺的 沒有意義的感覺 好 所以你發現這樣就對了 沒有報錯了 所以對我們來這個韓式內部來說 你可以多個return 比如說那我可以再多一個return 當然沒問題啊 你清完就好了 比如說假設 這個值 比如啦 一等於特斯塔的 就是你的步驅值太高了 太遠的好了 如果你要算這一個所謂的 這一個所謂0到100 結果你步驅100 或是超過這個100 而且超過100好了 不行啊 這樣子也不對啊 超太多了 你跟他說什麼 我的步驅值太高了 步驅值有問題 就是假設而已啊 這個error好了 簡單一點 這個error 然後呢 也請你return 沒有什麼你可以選 return-2 但這個所謂的-2-1是你自己願意 比如說 我跟你說-1呢 就是這個參數有誤 那-2就是這個error 那你有一個印象說原來這還是這樣子的 他會跟你講說他哪有錯 然後return一個error扣給你 比如說什麼return 你大家記得嗎 什麼404啊 就是個網頁好了 return404 return500 因為網頁404 基本上是找不到網頁嘛 對吧 500是server的這個error嘛 所以為什麼會 這個字 跟這個很像 他可能寫一個函式裡面 判斷說 現在這個網頁不存在 OK return404給你 那你接下來這個字 他會跟你講說 網頁出現什麼404的畫面 我介紹404這個字 第二個 如果是你的server已經掛掉了 跟他說什麼server server error 或server已經 已經失效了 OK return個500 這個很像 所以這404500啊 是你定義的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做才對 是你能定義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 按照的時候想 也可以-1-2 都行 那你不能不寫 為什麼 R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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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也是RNT 所以你不能不寫 所以因為這個 在我們的這個韓式內部呢 沒有寫回傳值 那你可以提前離開沒有問題 透過return 提前離開他 在某個條例下呢 寫return就出去了 所以你不要寫什麼 ALSIF 打色 ALSIF 不需要 因為這跟Break一模一樣 一旦遇到Break 你邏輯再多都沒有用 他就會離開 所以對一般這種 所謂RNT的寫法 不會再寫一個判斷 是ALSIF 直接是他 出去 是他 出去 不是做你該做的事情 給你正確的值 打到說 在一個韓式內部 你可以多個RNT 多個某個所謂的關鍵點 做這個所謂數據的輸出 進了渠道這個code 做RNT的判斷 好 但是這樣 所以這裡的話 這裡發生錯誤嘛對不對 原本是來自於這一個0 這時候我改成這樣之後 他會跑去哪裡呢 再跑去這裡 我會出現一個參數有錯誤 而且 假設你印出這個code的話 有寫一個什麼Fablecode 出現一個-1 看是不是這樣 F5 參數有誤-1 都記得不能不傳 為什麼 因為你寫RNT 就是要傳值 至於傳什麼 沒有規定你要傳什麼 你傳0-1-2-3-4 都可以 就如同我們在傳網頁 404 500一樣 都是你定義出來的 可以理解嗎 這個所謂的多回傳值的寫法 OK 這個很重要 變成說 韓式當然寫越完整 對這個使用者來說 是更加的好嗎 你給他更多的資訊的回傳 原來你我寫錯了 好 改下來 把它改成正確 我說你說你的起死值 你可以寫更多 你的起死值 大於動止值 不行 可以寫更清楚 當然這就是給你看你要怎麼做 不行 OK 那叫什麼 不禁止錯誤 OK 都可以按照方式去做 這個動作檢查 所以我們約定好說 在這一個韓式內部呢 希望你寫出旅吞來 無論如何今天這樣做 不要把它封閉起來 第二個 在某些固定的條件底下 他就是不可以去跑下面的邏輯 因為多跑多錯 既然這裡就不對了 就不可以大於他 你就不需要保重這個邏輯 因為可以輸出一個錯誤資訊 你要跟他講正確的資訊是什麼 這樣最好 所以可以透過return 這個關鍵字呢 去把這個錯誤的error code 出去之外 再把輸出一個錯誤的資訊給他 讓他知道 這也是 所以在一個韓式裡面 可以多個return 那旅途的指 請你follow這一個回傳的形態 就可以了 來投資本試試看 請你把這寫一下 這屬於韓式內部可以做到的事情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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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值上面输入100 然后中止值输入1000 那同时我要把那个step的部分输入的比起始值大 它还是会跑耶 嗯为什么可能 你step值大于end应该不会跑啊 因为这样才对啊 要试试看哦 你说这里100然后这里1000对吧 对 然后这里写1001 没有大于起始值 因为你是比对是end啊 你发现 对因为你写的是这个 我写的是end哦 哦 不经只大于end 所以你是这个意思这样 嗯 我老是觉得说大于end比较合理 所以应该说我比对Alocal自己这个位置 哦 每次要同时都没错了 就是你你可能认为说大于start就不要了 但是觉得说大于end比较合理 所以看你怎么写他 哦好那我再讲看看 看一看 谢谢 不会 那同样是讲这个东西哦 就是呢你发现老师刚写的一个韩式的这个说明呢 可以这样做 再把它删掉一下 好这时候呢 假设你这是原本的写法 哦你要在 因为是你宣告的名字啊 OK 好那因为你语意不详不好 所以这时候假设你要去把这个韩式呢 写的清楚一点 使用者用到这个韩式 你知道说什么事情 OK你要这样做 两个星 他会自动带出这一个所谓参数设定的方法 你说这是一个所谓的长 所谓的多多这一个 所谓的这个注解的 注解那可以带出这个所谓的 这什么属性的意思 属性属性就参数的意思 然后retern 你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什么 计算总和的韩式 大家讲一下 总和的韩式 请你一会看一下 干脆出现了 说明了 好请去补给 比如说这个就是 70字 这个是中指 大一点 大一点 对这个东找去吧 附近值 你先怎么就看你自己怎么选 OK 可以哦 这个可以可以听出来看一下没错 附近近 好 这里算有属性结果 汇算结果 我结果呢小于等于 我帮你再去看看 感觉你这小于也是会比较不一样 这不会好 小于等于负一 二次arrow 小于等于负一 你这小于是会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我看你 没有出现 给淋在一起了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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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就好像太大了 所以他整个吃掉了 这就可以了 一般上这就开始做一些 一旦写的预示你越好了 就是你发现这基本总和的韩式 然后你发现这里起始中指附近 然后回到结果 小一等于负一的话是A罗的意思 小一等于负一不含负一吗 讲或者小于0也可以 小于0表示是A罗 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写的越清楚的话 这使用者用这个韩式的手 就原来你这个star代表起始值 这个不仅值 你可以写什么 你的起始值不能大于中的值 你的不仅值不能大于什么 你可以写得很清楚 看你还是怎么定义它 所以你只要用这一个方式 两个名字好 让这下去 它就带出这一个韩式的 这个所谓的参数 跟回传的这个设定 同学可以理解吗 这一个如果你要写清楚 这个韩式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对吗 OK 朋友们试试看 因为接近下课时间了 老师就不太 我的句讲 大家消化一下 明天我们把这个韩式部分 再把它给做完 因为韩式真的很有用 韩式是我们在做 物件导向的一个基础 你没有韩式的话 你发现很多东西你写不好 所以你发现这么多的东西 原本是写在你所谓的面方法里面的 面方已经够累了 它为什么要做很多东西要做 还要输入还要输出 还要做什么逻辑运算 还要做什么判断式 最尽可能把一些必要的逻辑 封装起来 把它封起来 好多再来说你的面方法 可以单纯一点点 如果还是有错 比如说今天假设真的写错了 改它这里就好了 你就不用说这个程式 可能在外部一直很多同步 Copy copy copy那么多 除了一个 就开始改 开始改 因为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一个一个错 表示下一个也跟着错 要不停修正它 所以把它变成韩式化的话 第一个封装起来 大家可以共用 这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是假设有错 你这三行的错 不会第四行了 不是它 就是它 就是它 很好找出问题点 放在这里 你可能有用了三次 三次乘以三等于九行 九行都要看一下 到底是谁的错 找出问题之后 改那一个 改那一个 又错 再改 再改 你发现其实改来改去 越改越乱 这时候你把它封装成韩式 把问题局限在这个区块里面 就可以针对问题做解决 所以后续我们在写程式 大部分 只要是必要的 都会把它变韩式化 做我们什么 做一个资讯的 这个所谓的 逻辑的封装之外 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的局限 在这个范围里面做修正 如同这个概念一样 这个写完毕 你就之后你要做任何的 这个所谓做累计运算的话 只要去优化里面的程式就好了 比如说我要做更多的这个判断 是啊 能不能倒着数啊 能不能正着数啊 可以多过参数的改变 竟然说我要倒着数 可以 当然可以 你带个不灵变数 有reverse 翻转的意思 我要去翻转这一个算的结果 透过这个reverse 你可以去说 true的时候就反着算 然后force的时候就反着算 透过变数的改变 转进来的值不一样 你就可以去更改这个逻辑 所以整个逻辑会在这里面呢 做什么 做修正 而不会在外部做修正 方便你做什么事情 方便你做这一个问题的查找 进而把这个功能扩升得更加的强大 给大家更多的使用 那自己会做是因为老师多一个参数了 这边少一个就不行 可以像这样 比如说我要做反转 tue 做反转 可以force 就可以了 一直累退 这是韩式的一个很大的要素 好 老师把这个删掉 好 那同学们请你们先自由练习一下 那时间到了大家就开始准备去进退 那剩下的部分呢 我们明天继续 还有三分钟 我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错 当然可以 没错 因为你是编译 因为你是编译式的语言 你问了个好问题 像那个派桑的话 它是直译式的 一定要先宣告才能使用 就是你要写在上面才行 还可以过 因为我们是编译式的 编译说呢 他会去找说 你用了这个上 OK 只要里面有宣告到就可以 所以当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写在上面 当然可以啊 没有问题 只是一般来说不会这样做了 因为是进入点嘛 所以我一般来说 韩式会往上宣告 所以因为编译式的语言呢 他就不需要按照顺序 去宣告韩式 但直译式的 比如Python 他需要什么 先宣告才能使用 这是编译式语言 跟直译式语言的 一个蛮大的差别 ering 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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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关系 那时候你 老师看一下程式码 一定要确定说每一个程式都要排除掉 不要像很多满江红 同意先认真签退好了 好不好 OK 抽五绝还好啦 至少有解嘛 至少有解 你再慢慢看一行一行 因为老师程式码都有开放到Github去 你可以看一下 你是几校同学 好 我再看一下你程式 周末可以不要太迟 好不好 周末 那我们就约定说呢 这一周的作业呢 尽可能在当周完成 我就是下个礼拜 这四周的礼拜 老师要看到同学们做啊 好不好 最起码两天时间可以做 好 同学们继续签退 好 这一周的作业 好 这周的作业 是时候去讨计赛 потому已经自己被静出马钓 跟准备 failed 跟准备赌 5 years ago 大家在往 打开镜头咯 真的不ольно 只睡觉 GalAm 但是能不能打开镜头咯 自家同學有開鏡頭嗎? 好了,26號同學,我看一下,好,那這樣子就可以了,謝謝大家。 可以休息了。 OK,好,那同學們就明天見,那30號同學你可以說你的問題。 老師你好,我想請問一下,就是我們在執行每一支程式,那是不是有方法,就是說可能要寫程式嗎? 或者是Compiler有這個功能,可以去計算我這支程式,執行完畢總共花了多久的時間。 可以啊,有這個時間韓式啊? 有這個功能就對了。 對,實在同學我們會練習題,老師會找時間我們整個跑過一次,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在客人當中會以課程,因為同學人沒寫完,所以老師沒有去做講解。 可能在安排在韓式結束吧。 韓式大部分我們就把整個一到五章呢,整個把它講完。 剛好做個呼吸。 OK嗎?好,那三大同學有問題嗎? OK,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目前業界常用的那個開發環境。 或者開發工具是什麼樣子的,那下一次上課,跟同學們介紹一下嗎? 就這個啊,US Core啊。 就這個。 那有,你說? 類似像那個Delphi啊,還是VB? 同學,你的年紀有點年紀喔,Delphi,現在講得出來Delphi這幾個字。 對啊,對。 因為其實工具啊,都是工具嘛,那用什麼工具都可以。 那其實是說,如果老師要選擇的話,像這個Java有這個Isleaps。 有這個intentional idea,很多很多IBM的也有什麼,我覺得IBM有比較開發Java的,很多有Netbit。 太多太多了,那只是說,按照目前現代化的城市的開發來說,VS Core是目前我都覺得最強大的。 的開發環境。透過插線的外掛啊,透過這個所謂插線的安裝啊,賦予這個編輯器更多可能性。 所以一般來說,如果你單純只加外來看的話,當然很多可以用啊。 比如說,老師剛剛說的intentional idea很好,很好用。 但是你發現,假設你要開發這個屬於前後端的。 所以你要跨Python。 同學後面要學Python嘛,對不對? 所以你學VS Core好處在的時候,到時候你要跨Python的話,你不用改開發工具了。 VS Core可以做得到,只要你裝了這個Python的插件,就可以開發Python的程式嘛。 所以你的電腦就不需要,每次我要開發Python,開Python的程式嘛,寫寫,關起來。 你開發Java,開Java,寫寫,關起來。 當然是無口厚分,因為兩個程式語言都是獨立的前端程式語言。 如果你發現說,假設你要去做整個前後端的概念,我要寫前端,又寫後端。 每次都要開不同的程式做開發的話,所謂的整合很麻煩。 那VS Core給你可以做整個的方式很簡單。 你會掛成功之後,整個程式碼,都在這裡出現。 你會發現呢,就很多副檔員,點Py啊,點Java啊,甚至點C啊都可以進來。 就可以整個在一起,做出更多可能性的程式。 所以VS Core老師覺得是首選,應該沒有第二了,應該這樣講。 因為它又小,又快。 是的,老師那我們現在目前上課寫的寫法都是,目前是康熟的寫法。 對,那有沒有類似就是那種拉元件的寫法。 有,老師會排在後面,叫Swing套件。 我們在學資料庫的時候,因為資料庫不是老師教的,我會帶到一點點。 我們在寫作品的時候,專體製作的時候,會帶到這一個所謂圖形界面的開發方式。 那在後面才會學到。 哦,了解。 沒有其他問題的。 好,那就明天見囉。 明天見,謝謝老師。 不會,拜拜。 再見. nas